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私底下的高雄因为太低调 所以鲜少被网友偶遇 距离上一次低调现身 好似还是在地铁上面 高雄从一五十多年 曾塑造了诸多经典的形象 这其中包括《小李飞刀》中的《上官金红》 《楚留乡心传》中的《胡铁花》 以及《金武门》中的《霍元甲》等等 百余部剧集的精彩演绎不仅塑造了高雄为人低调的性格 一属一位大侠一样透着儒雅 但当我们回顾了高雄整个的演艺生涯 你会发现 他其实没有演过年轻人 高雄19四今年出生广东中山 1968年开始在香港邵氏电影公司 之一特技训练班做龙虎武师 替身 后转为演员 21岁进入邵氏之后 高雄便系得一身好武艺 这之后的几十年里 高雄并没有放弃锻炼身体 也由此使得现在的他看起来腰板十分的值 由于那个年代像成龙 红金宝那样能打又能演的男演员太多了 所以高雄跑了很长时间的龙套 都没有机会当主角 他先后在亚史TVB拍过戏 直到80年代 他才接到戏份比较多的角色 1982年的时候 高雄出演了电影《寻城马》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周顺发和钟楚红 在这部影片中 高雄的演技令大家叹为观止 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86年他的演艺生涯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主演作品《林冲》 这一年他已经39岁了 剧中的他演技着实到位 但是奈何自己因年龄问题输给了汤振业 那一年汤振业大火 而高雄并没有走红 他从没有气馁过 也从来没有想要放弃 而是一心想要在这个圈子里待下去 所以他开始不断地磨练自己 由于这段怀才不遇的经历 高雄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曾谈言 最初也曾经埋怨过 但很快想通了 没能走红 很可能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从影述十年 高雄虽然鲜少有机会出演男主角 但也拍摄了无数经典作品 给观众留下了很多让人印象难忘的角色 像《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惊武门》《英雄无类》《龙之争霸》《神雕侠侣》《银马江湖》 《银马江湖》 还有和周星驰饰演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仙鹤神真》等等 还有焦恩俊版《小李飞刀》中的《上官惊鸿》 高雄同样演的出彩 这虽然说是一个反派角色 但气场却一点不输其他正派 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霸气 他在这些影视剧里大多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这也正是他被称为黄金绿叶的原因 但他在人生中最好的27年 在演艺圈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现在高雄依然还在感叹 为什么在自己的青春年华里没有成就半分事业 但高雄同步怨天由神 他把原因都找在自己身上 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性格 高雄在上世纪80年代演出了很多经典 除了在剧集中塑造了很多经典形象之外 高雄还曾经在电影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这其中包括《七门遁甲》中的高教头 以及《英雄无类》中的陈忠等等 除此之外 高雄还曾在周星驰的电影《算死草》中有着精彩演绎 真正让高雄爆红的角色是在《金武门》中的演出 在剧中饰演霍原甲的他不夸张地形容 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 但也没有谁能如他这般能把霍原甲这个角色 诠释得那么到位 所以很多人都形容高雄是至今出演霍原甲这个角色的不二之选 高雄能将霍原甲饰演得那么传神 自然与他自带的英气 以及正气凛然的气质离不开关系 就外表而言 高雄一张国字脸 尽显正气 还有一字弧 再加上犀利的眼神 以及硬朗的身板 还打得一身的好功夫 与霍原甲的神户原型相当的契合 演出自然令神拍案叫绝 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高雄日日研究 还亲自跑去天津 找到霍原甲的后人了解情况 1995年出演《金武门》的时候 他已经48岁了 借着这个角色 他当年一炮而红 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他始终认为是自己不够好 所以要通过演配角去磨练自己 正是这样一片脚踏实地的成心 几十年来的坚守 他终于爆发了 不过高雄为人一向低调 倒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走红 而刻意抬高身价 走红之后该演什么就继续演什么 从来不挑戏 可谓是得意双心 但令人遗憾的是 高雄还是成名太晚 演完《金武门》的他 面对自己的演艺事业 心有余而力不足 事实上在1995年走红后 第二年 高雄就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过起了半退休的生活 在移民后的初期 他的活跃重心还在香港 九十年代中后级 继续为TVB拍戏 千禧年之后又重返TVB 只不过明显减产 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直到2007年 结束了与TVB的合作 他就变得更为低调了 在结束了与TVB的合作之后 高雄几乎是放弃了香港市场 这也是开始让人误以为 他已经退休的关键 在高雄50岁之后 虽然偶有出演如《枪火》 《轩辕剑》等电影电视剧中的配角 但始终处于半隐退的状态 最近十几年来 高雄的发展重心在内地 每一年参与内地剧集的拍摄量并不少 长期在内地与加拿大之间往返 几乎是鲜少再在香港露脸 而虽然高雄每年在内地拍摄的剧集不少 不过也因为内地剧集种类繁多 而他拍摄过的剧集很多都不太知名 即便播放了 也未必有人会留意到 久而久之不只是让香港观众觉得他退休了 不少内地的观众也觉得他退圈了 去年在内地大社的网剧《龙岭迷枯》中 见到高雄的身影 会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虽然他已经是72岁的年纪 白了头发 白了胡子 但是在这些变化之外 他依然显得英气十足 身板硬朗 浑身上下散发出硬朗的气质 在剧中他饰演的陈长老 若是看过原著 以他的形象气质来出演这个角色倒也挺合适的 重塑了小说中人物的原型 所以受到不少观众的盛赞 回过头来说高雄的戏路很宽 别看他因为出演霍原甲给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似乎就只能演正派 英气的人物 其实他也演过不少反派角色 2018年他含有露脸香港电视剧 PTU机动部队 剧中他出演的就是一个反派的大佬 另外高雄与鲁迅先生长得神似 若是由他来出演鲁迅 或许真能成为他的又一代表角色 这也一度引起了热议 高雄从六七十年代演到现在 年过七十的他堪称影弹场经术 能坚持这么多年且口碑一直都这么好 归根究底还是出于他对演戏的热爱 虽然因为身体问题 他不可能再像从前那般那么拼命 这两年的产量越来越少 但他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多了 相较于坎坷起伏的演艺生涯 高雄的家庭生活则是非常的低调 自从进入了演艺圈以来从来没有过绯闻 他平时的私生活也很低调 从早年的报道可以知道 高雄很早就带着家人 已去加拿大生活 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 高雄可谓是人生赢家 他和妻子陈永霞上学时就开始谈恋爱 毕业没过一年就结婚生子 值得一提的是 高雄的这位妻子还是位武状元 当初他们都是武汉体院的学生 高雄学抵御 陈永霞学武术 两人打起来高雄还不一定能打得过妻子 如今陈永霞更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 训练的弟子在全国范围内争金夺银 有如此优秀的妻子 也难怪高雄从影52年来都没有半点绯闻 人生七十古来西 如今的高雄已经74岁了 现在不是他演老人 而是他真正的老了 岁月的刘氏让他多了一头白发 比年轻的时候多了一分成熟与稳重 自幼学武 享地夺功名 却蹉跎了27年 等成名了却英雄迟暮 还好始终有爱妻陪伴 前不久有一则小视频在某平台上引发热议 从曝光的画面中不难了解到 拍摄的地点应该是位于某一咖啡馆 亦或者是酒吧 视频中虚发揭白的老者就是高雄 虽然视频中的高雄须发揭白 但却给人一种熟暮春风的感觉 看起打扮更是如林家老翁一样低调亲切 他手腕上戴着的手表看起来是十分的老旧 如果是一位不认识高雄的人见到他 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 在与店内工作人员合影的时候 高雄也是处处展现老歇骨的作风 并没有稳坐在那里让工作人员凑过来合影 反而是主动站在宽阔地带 约两位工作人员合影 见得高雄微笑面对镜头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此前TVB男星下雨 就曾晒出一张与高雄在国外相聚的照片 高雄打扮得十分随意 还穿着拖鞋 某影视人协会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段视频 曝光了老戏骨高雄的近况 视频一开始 高雄穿着一件细条纹衬衫出镜 从背景来看 他应该是在家中拍摄的 只见沙发颜色有点陈旧 估计是用久了 曝光的视频中高雄还演唱了歌曲 唱功意料之外的好 声音相当的浑厚 更难得的是他弹吉他的手法纯熟 相信平时没少练习 近照中的他已经满头白发 胡子也是全白的 但神能看出他的身体相当的硬朗 精神也特别的好 这个年纪还能维持如此状态 难怪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剧组 都爱找他拍戏 希望高雄老师能够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瑜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